歡迎收看多人多明報的530 嘩!這麼快又來到6月1日 華人在車口外面被人搶走3,000元 對方坐車逃走 事主情急下徒手打爆對方的汽車玻璃槍 警察到場反而告事主刑偉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加拿大用戶聽著 大老闆 Mata 現在開始收錢 每個月要你給15.99至19.99 你又值不值? Buttonville 小營機場還要關閉 住在附近的居民最開心 但有人就很頭痛 現在先向大家報導兩則警方消息 一個男子要要脅對多倫多市長候選人不利 現在被警方通緝 這個人29歲攜帶武器 警方形容他非常危險 見到他的人要立即撥打911報警 而因為發生了這件事 所以今晚市長選舉辯論取消 警方說這個男子對候選人發表威脅的言論 並且曾經揮舞著看上來 似是手槍的物件 而另一則消息就是 加拿大王家騎警今天表示 他們已經關閉了安省、灰省和 B.C.省的中國海外警察站 但卻沒有說有沒有抓到人 在疫情期間 為人為己 記住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 勤洗手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瓦街淨水 擁有社交媒體Facebook 和Instagram的Meta 昨天宣布 將會在加拿大展開一個 叫做Meta Verify的計劃 這個計劃會向Facebook 和Instagram的用家收取月費 而這些用家在登入帳戶時 要經驗證 保安會比其他普通用戶更好 Meta Verify 可以在Instagram 或Facebook上直接購買 網上購買的話 月費是$15.99加幣 如果用手機購買 無論是IOS或Android 月費都是$19.99加幣 Meta Verify的用家 需要出示政府的身份證明文件 經驗證 證明用戶的真偽後 然後用戶就會得到一個勳章 Meta Verify的用戶 遇上技術問題時 也可以得到客戶服務人員的幫助 和普通帳戶遇到問題時 叫天不應、叫地不問的情況截然不同 有社交媒體專家表示 對Meta來說 通過推出驗證帳戶收取月費 從而在平台上賺錢 都已經是預算了 看來 這個計劃暫時是有用戶 自由選擇參與參加 以後會否發展成強制性收費 就不知道 Thingstar Inc. 聯合創始人表示 目前有數以百萬計的加拿大人 開設了Facebook和Instagram的帳戶 但如果要收錢的話 有多少人願意 就是另一個問題 他說 冒異使用MetaWareify賬戶 可以減低被黑客入侵的風險 又或者自己在帳戶內的資料更安全 但是願不願意付錢 就要視乎用家拿這個平台來做什麼 Meta已經在新西蘭和澳洲 測試Facebook和Instagram支付月費計劃 但反應就不是太理想 我是RD Up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之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有位陳先生 今天氣沖沖走來找530記者 說他被人半握半搶 拿了他三千元 他好像拍電影一樣截停對方的車 接著報警 警察到場之後 竟然是踏了他 說他刑事委壞他人財物 而拿了他三千元那個人 就帶著錢私私延走了 陳先生說 他是因為急著要買一部車 而剛剛昨天又有一個人 說可以買一部車給他 於是他就跟對方去車行辦手續 賣車給他的是個客人 去年曾經都賣過一部車給陳先生 但陳先生說大家算不上是朋友 這次陳先生是第二次跟他買車 昨天就約定了去兒圖逼谷 一間車行辦手續 這間車行在墨西沙加登達時世界 陳先生留下了一些個人資料給車行 用來辦理申請貸款 之後他就跟那個人一起離開車行 陳先生就應對方的要求開著自己的車 載上這個男人 回萬感市自己的家 就拿了三千元現金 之後再回車行 再次回來車行 這個男人兩次下車 走進車行裡面 然後又回到陳先生的車 然後對陳先生說貸款搞定了 然後就向他拿三千元現金 我去了兩次交易申請貸款 那我去到交易申請貸款的時候 他說要數一數錢 我已經不信任他了 要拍照 拍完之後 一旦有錢交給他手上 他下一刻就只有一個跳車 迎面而來 有一輛車要找他 而且車沒停過的 他在車行的時候開門跳進去 我停了大概三四秒 我追上去 爬在車上面 然後攔了一輛車 所謂的攔車 我是在車底上面敲擋風玻璃 我趴在那裡敲 因為我沒得選擇了 停了這輛車之後 我叫人派救命 有人搶錢 但是警察來到就是 說不及了我 說我傷害了這輛車 據陳先生說 他當時好像拍警匪電影一樣 排了上對方的車頂 但是對方的車沒有停下來 他情急之下 趴在車頂 用手不斷打那個汽車的擋風玻璃 而竟然那個汽車擋風玻璃 就被他打爛了 汽車終於停下來 由於這件事鬧大了 引了不少圖人為官 陳先生這個時候就大叫報警 自己也立刻打911 好了 警員到場 先是和攝氏的男子 和那個開車的司機錄口供 陳先生的手因為受了傷 所以上了救護車接受治療 但是當他在救護車一出來的時候 立刻就被警員踏了收購 控告他刑事毀壞 陳先生覺得很冤枉 明明是自己給人搶錢 是受害人 但是現在反而被警方檢控 而對方在取口供之後 就帶著他那3千元 私私言離開了 他說他曾經向警員講述 整件事的原委 但是警員堅持要他先簽一張 警方的檢控紙 他以為簽了之後 警察就會截著盤問對方 誰知道警察沒有這樣做 事發之後 陳先生先後去過四間警署 但是警察都不肯受理他被搶錢的案件 反而叫他去民事程序追逃 陳先生說 他已經初步接觸過律師 律師告訴他 如果要打掉刑事毀壞的罪名 律師費起碼7千元 只要向攝氏者追回那3千元 那又屬於另一宗官司 要收另外一筆的私費 這次陳先生更慘過被人騙錢搶錢 至於這件事後續會怎樣 530記者會跟進 一有消息就會再報給大家知道 明報馬經版已經全面上線 每天更新又準又快 除了詳盡的馬匹介紹 神初分析 還有馬平家為你提供獨到的提示 明醒你了 請職瀏覽明報多倫多網站的 明報馬經專頁 業主收地 今次受影響的 就是萬錦市Buttonville小型機場 這個機場的航空學校 今早就接獲通知 表示機場會在今年11月30日起 停止營運 住在附近的居民 之後可以清靜點 感覺也安全點 但停泊在機場的私人飛機機主 就很頭痛 要看哪個小型機場 可以提供一個停機位 至於航空學校 現在都不知搬去哪裏 估計會搬去奧沙華那邊的機場 業主Cadillac Fairville 收回大地後 應該是要來建樓 建商場和住宅 這個機場地皮的發展計劃 已經講了很多年 現在終於可以開展 Buttonville小型機場的負責人 西夫頓在公告上就說 多謝員工、合同方和租戶的忠誠奉獻 大家合作的時光相當愉快 令這個加拿大最大的私營機場之一 成功營運幾十年 多謝你們 温哥華一間餅店發生離奇的偷紙杯蛋糕事件 一名年約二十多歲的男子踢爛到大門 衝入餅店 什麼都沒有偷走 只偷走六個紙杯朱古力蛋糕 還要裝一盒 那就走了 但這樣也不算奇 更奇怪的是 這個小偷事後主動打電話給店主自首 說願意承擔對方的損失 上個月26日凌晨3點多 店內的攝錄機拍下 一名年約二十多歲的男子 在店外徘徊約半小時後 突然伸腳踢向大門 然後走入店內 先洗手 然後喝了一杯水 之後還拿起店內的地拖和水桶 將地上的玻璃水掃在一邊 之後就帶著它橙色的墨鏡 用店內的手機自拍 最後才把六個紙杯蛋糕拿走 到了本週一 這個男子打電話讀餅店 向女店主歐盟表示 願意為損毀的店鋪大門和紙杯蛋糕埋單 歐盟表示 他簡直難以自信 跟他對話時 歐盟笑著反過來問他 紙杯蛋糕好不好味 對方回答真的很喜歡 但他不知道這樣說是否出於真心 但這個男子犯案的動機 歐盟說目前還搞不清楚 由於這件事太離奇 歐盟以幽默的手法處理 他特別製作同款的朱古力紙杯蛋糕 頂部配以橙色太陽眼鏡造型的餅乾 用賣這款蛋糕的收入支付 帶門的收理費用 在這件事上 店鋪的生意因禍得福 因為爆洩案發生之後 生意反而好轉 一些以往從未接過的生意聞風而至 遠至美國德州和西亞圖的顧客 都打電話來買紙杯蛋糕 加拿大航空公司上月25日 因為出現內部技術問題 停飛半天 今天6月1日 一個星期未到 又再臨床 多人多疲倦國際機場 就有多班加航飛機 由於臨時技術問題而被延誤 加航一個發言人就證實 用於追蹤所有加航飛機位置 和監控操作性能系統受到影響 所以今天較早時所有航班延誤 不過今天下午1點半開始 航空公司的通訊系統已經開始穩定 航班可以開始起飛和降落 只不過速度就比正常為慢 因此航班可能仍然會延誤 而在某些情況下 航班甚至會被取消 加航已承認 今天和上星期的事件 都是同一個系統出現問題 但兩宗事故並無關聯 加航表示有關系統已經進行升級 並且會與製造商合作 確保系統未來的穩定性 至於聯邦運輸部長艾成之就表示 已經與加航聯絡 頓促對方要盡一切的辦法 盡快令航班恢復正常 對於航班延誤內部問題這些 加航最喜歡的解釋就是 事件很複雜 超出他們控制的範圍 而且又涉及安全 這次不知道會不會又是這樣說 多倫多市今晚最低氣溫是攝氏19度 明天最高氣溫是攝氏31度 大多倫多地區明天的普通無縣氣油價格 會繼續跌兩仙 每公升157.9仙 2013年曾經在香港剪出過的大黃鴨 6月1日將再次現身維多利亞港 今次還會多一隻鴨漸出 所以活動名為橡皮鴨而重唱 兩隻鴨會停住在維多利亞港的海面 培林天馬公園和中西區海濱長浪 地鐵現線18個站 現時已經有很多黃鴨裝飾 金鐘站更加是成為指定的橡皮鴨主題車站 鴨仔在自然動物中很可愛 黃色鴨仔更可愛 鴨仔有一隻是戴著帽子 戴著帽子的寫著是HK 即是香港 剛剛經過乘地鐵 看到站有兩隻黃鴨 挺有趣 剛剛才知道很多地鐵站都有黃鴨的報紙 我覺得這個也蠻特別 因為我上網看過它的夜景也很美 可能晚上也會再來看一次 《聯合國》五名獨立專家 近日致涵中國政府 身接關注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 違反港區國安法及蘋果日報停運 及對個人、傳媒和公民社會造成的寒蟬效應 中國上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 以近2萬字的中英文信件回應 指有人試圖濫用聯合國機制 干預香港司法程序 呼籲聯合國專家尊重香港獨立司法權 聯合國專家在信中稱 黎智英被控及蘋果日報關閉 似乎是因為黎對中方批判和支持香港民主 相關政治言論 在國際人權公約下應該獲得允許 他們關注黎智英能否拼任Tinovan 重申任何不合理限制 會影響被告公平審訊權 他們呼籲中方採取必要措施 停止被指稱的侵犯人權行為 中方以長達48頁的中英文信件回應 單是中文回應長達超過1萬1千字 中方不點名稱 有人試圖濫用聯合國機制干預香港司法程序 重申黎智英案是否成立 會由特區司法機構 經獨立公正審判作裁決 中方俗稱 黎智英涉及個案中 都選擇自己法律代表 當中涉多於一名的本地資深大律師 亦行使上訴權 法院考慮包括黎智英一方的輕重 各方陳詞、證據和法律原則後 作出判決及對外公開 呼籲聯合國專家 應長月有關判決理由 了解事實 玉幸好 解決及對外公開 是唱歌跳舞的一堆 因為我們擔心的就是香港可能沒有那麼多貨 我們已經走了四年 每年我們call 入圍的都接近四百 有男生有女生 如果消耗得八百九九 那怎麼辦呢 所以才衍生到今年會不會有些外其他地方的殘留者 難度是這個樣子 其次就是怕中間無事發生 就算找到懂得唱歌跳舞的 我們怕她的性格很好評 怕不懂得表達自己 又怕她們太和諧 那和諧是好 但是課節目來說就怕沒事做 即是沒事很大 我也是怕這個 導師那裡我不擔心 剪接那裡我不是太擔心 因為有很好的同事在那裡拼搏在後面 OK 那我是擔心參賽者 是擔心參賽者 就是做了一些很厲害的性格 就是很成功這樣 然後之後好像又 就是好像承接不到那個勢這樣 就是二啊 三啊 四啊 都好像承接不到造星I的那個勢這樣 就是你認為 你認為呢 《造星5》 就是有沒有能力可以做回《造星I》 做回那些一人出來呢 可以 我覺得不是承接不到的 因為第二季都有MC 現在都舉了興奏了 在香港 COLA 啊 Cloud 啊 那些都是 都在樂壇裡有一些地位 所以又不是承接不到的 那麼 《造星5》 怕不怕 其實我們沒有想著一個 一定要做到一個 沒有前設 沒有前設 就是做了舊什麼的出來 是男子跳搶 男子純搶 樂隊 我們現在因為 都還要看多一些出街的反應 或者他決賽的時候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是的 即其實每屆你們都沒有前設 除了女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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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出來說女團 其餘都沒有的 是的 那《全民造星》 這個都算是一個大言的中維節目 即是選秀的中維節目 KK你覺得他和無線 即是他成功在哪裡呢 即是和無線那些 以前你做的那些中維節目有什麼分別呢 我不敢說這個很成功 其實還有很多缺點 不過大家不看 是的 我會說這個是一個很缺點的節目 很缺點的節目 甚至乎一些很貼近 很盲身的 即是其實我們 和實感很強 我們不會包到所有東西都很漂亮 我們會不斷說 這個參賽者有什麼缺點 我們那時候 之前也展過出街 哎呀 糟糕了 淘汰了 不斷有Anson Lowe 其實三十強走了 哈哈哈哈 然後你之前花姐如果在這裡參與 你會說 糟糕了 哈哈 不斷有 我們不會包到很漂亮 而且我們會把實感去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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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